涉案的九男二十二女年齡由25至69歲 全部人事員非法賭博 其中一個男人說是賭檔主持人 其中一個人是賭客 他們由探員逐一壓上警車壓走 新界北反三合會行動組 是根據線報凌晨採取行動 搜查健身村商場一間酒樓 發現這批男女正在玩啪牌和麻雀等賭博活動 於是將他們拘捕 行動中檢獲7200多元現金和一批賭博 警方指是有黑社會背景的集團操控這間酒樓 在打仰後經營賭檔 專門接待附近雙數的街坊到賭博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